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能在其他星球荒芜的寸草不生的情况下 又能独善其身的生机勃勃发展 借助高科技 太空望远镜 人类可以将视野投放到200亿光年之外 真正见识到宇宙的磅礴浩瀚 天体星系的壮丽归旗 这让我们更加不由自主地私附到 地球绝不可能是唯一的天之骄子 生命也绝不可能只存在于地球之上 在着人类的使命和奇迹 旅行者和先驱者在太空中漫游了将近半个世纪 可是有关地外生命的信息依然音讯渺渺 1967年7月 天文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 轰动了几乎整个科学界 人类首次发现了脉冲星 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乔斯林·贝尔研究生 在负责检测射电望远镜的接收信号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连串奇怪的脉冲 脉冲之间精准的时间间隔 让它感到十分震惊困惑 该发现随后更是震惊了整个科学界 有关脉冲信号是外星人发射的推测 很快便被瓦解了 因为之后天文学家又发现了诸多类似的脉冲星 更发现了脉冲双星 双脉冲星被诸多行星环绕的脉冲星系等 1998年 SOHO卫星在监测太阳表面活动时 拍摄到一组奇怪的照片 从该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 两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 一前一后迅猛射向太阳 一颗从太阳药斑中穿过 一颗似乎偏离了目标 从太阳右侧划过 两颗彗星直射太阳的一组照片 显然太超乎天文物理常识 一时间在天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应 专家们纷纷表示纯属巧合 但NASA似乎并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两颗彗星的目标就是向太阳射击 NASA根据照片推测分析 两颗彗星貌似在执行一项任务 如果将拍摄的一组照片拼连起来分析 可以看出太阳药斑是在第一颗彗星 射向太阳后才出现的 而第二颗彗星似乎并未射中太阳 而是从太阳侧面划过 难道两颗彗星的任务就是为了引发太阳要斑 果真如此的话 又是谁在背后操控的它们 研究过大量天体运动 分析过早期太阳系状态和宇宙形态 并对考古文献和费陀古文 有过深入研究的著名等离子体物理学家 詹姆斯·艾·麦肯尼 在认真研究了SOHO卫星拍摄的 彗星射击太阳的照片后 给出了自己的推测分析 太阳系很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 那样呈电中性 太阳每天会释放大量的电磁能 这意味着太阳系的其他天体 在接受大量能量时有可能被电极化 而彗星就是在射向太阳的时候被电极化的 它们的轻面和彗星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两个相反的极化体彼此接近 就会在极化体之间产生弧线的电流运动 根据麦肯尼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推论 彗星射击太阳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为了引发太阳药斑 可是为什么彗星没有被太阳的巨大引力摧毁呢 难道SOHO卫星拍到的不是彗星 还是彗星被加工改造过 无论哪种原因 最终都会导向一个既令人困惑 又令人惊悚的推论 有外在力量对彗星进行了升级改版 难道真的有比地球人类文明科技发达 许多倍的地外生命 在暗中操控着整个太阳系的运转吗 即便真的如此 它们又为什么要引发太阳药斑呢 要知道一旦控制不好力度 太阳药斑的爆发 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地球的生命 难道它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星系级别 以至闭着眼睛都能将太阳系重新排兵布阵 科学杂志上曾多次刊登有关太阳表面异常现象的文章 大多源于SOHO探测器捕捉拍摄的照片 比如太阳表面出现的颈喷现象 巨增现象 太阳的幻影现象等 但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太阳表面出现的巨凤现象 而最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 巨凤的出现还招来了巨型不明飞行物 从SOHO探测器传回的照片上 可以看到一个类似蝌蚪形状的黑色物体 正用尾巴连接着太阳表面 仿佛在吸收太阳的能量 又好像在对太阳进行修补工作 研究者们根据照片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和研究 最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太阳内部很可能别有洞天 即太阳内部是中空的 因为太阳内部是中空的 所以核反应并不均匀 有的局部的核反应难免会剧烈一些 尤其当核反应生成的能量不能及时排出时 就会对太阳的外壳造成更大的外张力或压力 当外张力超出太阳外壳的承受极限时 就会将太阳外壳撕裂 而出现在巨凤附近的不明巨型飞行物 很可能来自于太阳内部 出现在巨凤处是为了修补裂开的太阳外壳 太阳内部到底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里是否存在另一个世界 那里的生命形势与我们人类是否一样 很多科幻影视剧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时空之门存在太阳上 只要打开太阳上的时空之门 就可以进行时间旅行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美国天文学会的保罗·拉维·奥莱特博士认为 恒星不但是提供能量的源泉 也是星际间的通信设备 因为当拉维·奥莱特对脉冲星进行观测 并深入研究时 发现了几个奇特的现象 一 大部分常规脉冲星集中在引道面上 但毫秒脉冲星的分布却是比较弥散的 二 引道面左侧有一处脉冲星 与银河中心位置的偏角恰好等于一弧度 三 脉冲星的位置似乎并不是随机的 而更像很有讲究的刻意安放的 从地球上观测 那一处脉冲星偏离银河中心位置恰好一弧度 这也太巧合了吧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天剑座 天剑座所在位置从地球上观测 也恰巧偏离银河中心一弧度 难道天剑座的箭头标示 不足以引起人类的注意 故而又借脉冲星簇来向人类传达某一重要信息 当诸多疑问都指向最不可能的时候 那么不可能或许就是可能 拉维奥莱特据此得出了一个新推理 所有脉冲星的位置都不是随机出现的 而是有精确讲究的 因为脉冲星很可能就是大型星际通信网络的信号基点站 所有的脉冲星组成了星际文明间 彼此通信联系的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 所以银河系内的几乎所有的脉冲星都集中在引道面上 而少数毫秒脉冲星之所以有更大的自由度 是因为要为那些向外太空探索的高等生命指引航道 从信号基站摇身变成了GPS 如果拉维奥莱特的推测正确 那么可以得出宇宙更倾向于等离子体结构 分布在宇宙间的大型网络通过电子效应在各个网络基点传递信息 顺势继续推测下去的话 会得出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信号 很可能真的包含着地外文明的信息 也许地外生命在宇宙里无处不在 它们有的文明存在的时间要比我们人类文明悠久得多 只是陷于彼此文明的巨大差异暂时还无法联系得上 但它们就像我们一样 也正在努力想方设法尝试与我们联系 发现它们只是时间问题不是吗 你相信除了我们人类外 宇宙中还存在有成千上万亿种类的其他智慧生命吗 你认为外星生命会经常与我们擦肩而过吗 太阳内部有无可能别有洞天 说说你的观点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